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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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学愿一分半钟的小短片太好了 看了之后信号非常强烈 就说世界文明国家 自由民主的国家 应该抵制这些来自共产党金钱和特务们的渗透 应该把他们赶出去 孔子是一个中国古代的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提出了一些很人道的观点 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可是共产党在毛时代把孔子 这个灭称为孔老二 打翻在地 孔子早年的一些 比较人道的一些教育思想 在现在并没有得到继承 而是得到了抵制 我是说中国大陆 现在他们以孔子的名义向全世界推销共产党 共产党控制垄断了中国的教育系统之后啊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这个脑残 这个现在这个年轻人啊 大部分都被他们整成了脑残 小粉红 基本上不具备思维能力 也不具备做一个正常对话 这样的一个基本能力 实际上他们欠缺的啊 你仔细看有很多毛病 因为他思维的这个基本概念 考的都是伪的假概念 比如我过去谈过啊 什么农云起义啊 这是个假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名字是一个假的伪的啊 什么土豪猎身呢 啊这是捆绑式销售的一个假概念 甚至练封建社会啊 这个词啊 翻开历史教科书到处都是 这也是个假概念 这是个伪概念啊 假这样的话呢 他们中国的教育教出来的这个年轻人啊 他分不清 哪是事实啊 哪是这个价值啊 就所谓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这两个人思维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一个一个基本功啊 就是你要你要说你对这个事情发表意见的时候你要第一先搞清楚你所评论或者你看到东西是不是事实 如果是事实的话呢 你应该有一种尊重事实的态度 如果不是事实啊 只是一个某个人某个团体的一种啊论断啊 这个论断往往是可以争议的 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是事实的东西 你表示不同的看法 那就是说明你愚蠢啊 等等啊 这些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他还感觉到正义在胸啊 你你还不能跟他这个这个这个你要是跟他说一个不同的意见的话 他马上说你是汉奸啊 给你给你打露令特 你要跟他讲事实的话呢 他又分不清哪 哪是事实 因为因为在事实面你只能尊重啊 你你不能够如果对方讲的是事实 你再去反驳啊 你反驳越多越表明你愚蠢 这个缺失啊 这个教育上的缺失在中国是极极普遍的 啊 共产党在教育上是最失败的啊 就是是是一种负能量 现在共产党还想用这个孔子学院这个名义 让全世界推销他这种臭打算 推销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啊 是因为有国家有财力吗 他也能有的是在西方社会啊 也能找到一些那个软骨头啊 就是狗嘛 这西方社会也有狗啊 你给的钱他就听你的 所以这个这个孔子孔子学院在美国还有好几十所没有干掉的 就在首都华盛顿DC也有好几所的 人家天天在英文主流媒体上登广告 招生的 向社会招生 传播他们孔子学院的来自中国的正面的声音啊 就是所谓中国的这个软实力 哇 这个非常可怕啊 这个不是每个政治家都明白这个 所以这个短片啊 我就建议大家多转一转 上面转的这个一分半钟的这个小视频转一下 这孔子学院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特务机构啊 当然也有人说呢 它是一个大洒地 然后中共啊 这也是一种寻思吧 一种啊 就是中共各级领导可以把自己的亲人塞在这个孔子学院里 可以到外国去嘛 可以就算一个输出亲友到出国的这么一个机会 当然都是党上政治上靠得住的 都是都是这些都是赵家人吧 就相当于是这个意思 但是中国在教育上啊 实际上是非常落后的 这个落后呢 已经到了不能让人圆圆的地步 不是说共产党这些搞教育的这些教育家 他不懂啊 应该传授正确的知识 而是共产党刻意通过垄断学校 然后就是他把它当成一个灌输的一个工具 他不是为了开启民智 啊 所以说这个这个年轻人啊 这个青少年通过求知 他是一个渐渐形成一个理性啊 形成一个思维能力的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也也也扩充了智力啊 提高了智力啊 增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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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和情商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由于共产党的垄断强制性的政治目的 他把很多错的东西把它说成对的 你比如讲啊 所谓红色价值观里面什么大土豪翻天地了 还有近代史上的什么太平天国呀 啊这些祸国殃民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啊 啊这都是都是应该否定的东西 但是共产党要把它竖成正面的啊 啊就是要说成是太平天国是爱国的啊 这个义和义和团也是爱国的 这就是和人类的主流文明对着干了啊 这这是共产党的 所以中共的这个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呢 嗯基本上是和主流文明格格不入 他首先是非常陌生啊非常抵制 啊人可能在学校毕业之后 可能再在社会上木怕混打好多年啊 如果个人还有一点好奇心 有点求知欲 那些求知欲还没有完全给消灭的话 没有被世俗的生活的压力给压垮的话 这个他可能还看点闲书啊上上网搜一搜 这个时候啊他的观念会慢慢的改变 这个改变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啊 这个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 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啊 另外过了一定年龄啊啊 你人他的思维就改不了了 你比如说你很难去说服一个七岁以上的人啊 百分九十的七十岁以上的人 他的思维是不可能再改变 他也不能求新知了 很多人就是这么个状态 这个是 这种做法完全是 就是你共产党 十三亿人 把十三亿人当成人质啊 把他们当奴隶灌输他们 这个也没办法 你怎么好一次拿着这个东西挂 挂上孔子学院的名义 向全世界去推销啊 你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害人啊 所以圣经里启示录里讲到一个来自东方的一个洪荣 要要这个祸害这个世界 就是指着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隐含着历史上人就预言到有这个有这样的灾祸 人类躲不过 那么作为孔家后人的话 应该尽一切努力 呃 想办法说服共产党不要用孔子的名啊 你可以改成这个呃 商鞅的名吧 你你你你改个别人名 别把孔子给糟蹋了 我建议孔子的后人想办法 抵制孔子学院 否则的话呢 这个孔子这个词啊 本来是他是可以和西方的什么苏格拉底啊 因为差不多同时代嘛 也算这个相对在文明当中的位置 差不多的一个一个挺正面的一个人物 啊 你让共产党这么一弄啊 最后孔子学院 因为孔子学院是个注定不可能成功 他是一条 呃 是是注定是失败的 一定是 而且是骂名远扬 啊 如果孔子的后人 不把孔子学院和孔子做切割的话 将来孔子这两个字 在英文里面的那个confutius 那很可能成为一个负面词 这个是太遗憾了 这是我给呃 孔家后人提的一点 提个醒哈 我建议你们想办法去通过法律啊 通过各种办法把这个孔子学院让他改名 不要用孔子 呃 不要叫孔子学院 你叫马克思学院挺好嘛 叫马恩里斯学院 或者叫毛泽东研究所 毛泽东学院都可以啊 如果毛泽东研究所啊 毛泽东学院中国政府觉得批钱比较难的话 你叫西大大研究这个学院嘛 你现在这这在全世界呃 不同的国家啊 这个级别最高的美国英国这种发达国家 就是就是习近平学院啊 规格最高的 最落后的国家就就是改改这个邓小平学院 反正落后的人比较愚昧 邓小平正好是个实用主义者啊 他无所谓思想不思想啊 你你让把邓小平的思想传播到那些那些地方去嘛 就说因为邓小平这个学院啊 邓小平是没有任何黑猫白猫这些东西 你到美国的小学生都会耻笑他 什么玩意儿 因为人家是新教的国家 他这个正义感比较强 觉得你黑猫白猫来 你这不是给你钱你就你就干呢 就是实用主义嘛 这个太啊 就是说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搞江泽民学院啊 胡锦涛学院啊都可以搞嘛 干嘛到他孔子啊 我作为一个山东人啊 我对孔子啊 也是有一份这个心里有一块很温暖的空间留给他的 我看到有人用孔子学院做这样的事 我的心里是非常难受的 我相信这种感情啊 山东人都会有 所以我就呼吁啊 体制内的山东人尽一切办法把这个孔子学院给他干掉 不要用这个他这个项目没法去没法给他消灭的话呢 就改个名啊 改成毛泽东学院 邓小平学院 江泽民学院 胡锦涛学院啊 习近平学院啊 你可以这个啊 给搞连锁店嘛 对不对啊 你就是一个机构好多牌子嘛 啊你这么搞嘛 啊就给我们孔子啊 让他回归到他历史上的本来应该有的一个正面的位置 不要糟蹋他他了 讲到这个传统文化也好啊 或者说传统文化当中具体的儒家文化和我们现在啊 当下这个黄俄的统治 实际上这里边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啊 并不是说儒家文化讲这个等级啊 讲这个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就一定会得出结论 黄俄这一套啊 来自苏联的这一套 极权专制的这个无三级专政统治 就一定能够产生 这个这个不不一定啊 这个逻辑关系是不能取立的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复杂 嗯在70年代的时候 我记得台湾的这个李敖啊 他也面临这个问题 就怎么认识传统文化和台湾的这个国民党的白色统治 他也糊涂了好多年 后来他认真的梳理了中国的传统的典籍 编了一部书 台湾的李敖啊 因为他的这个历史学的功底 还是非常非常牛的啊 绝大多数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的学者 或者吃历史饭的 完全达不到这个李敖先生一半的水平 啊就是说基本功 那么李敖呢就做了这个工作 啊他呢就是试图证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不缺乏自由的因素 啊就是自由的火花 自由的思想 他就编了一本书 这本书啊叫中国文化精要 马上搜都搜不到这本书了 这本书是真实存在的 我1988年的时候在北京图书馆 啊被国家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借出来翻了啊 看了看了一下 啊这本书呢是李敖 呃的一个重大贡献 就是就是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有没有自由的火花 有没有想往自由的那种思想 有没有和西方自由思想接轨的 李敖等于是把这些证据 全给找出来了 那么他把这些证据找出 他自己做了精心的编辑点评 然后就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非常厚的一本书 罗亲外的话 可能得有桌面这么高吧 啊就好几十好几十卷 啊那因为它都是原始著作 啊就是原始的典记 当然读懂这本书 是需要相当的古文的功底啊 啊一般的人现在可能也读不懂 但是确实是一个啊 他做了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前期工作啊 为后后人做研究可以做 但是非常一样 也买不起 所以销量很少 现在应该是已经绝版了啊 因为网上根本就没有人议论这本书 这个书是我亲眼看过 我翻过 在北京图书馆至少有一有一套啊 啊应该去读一读这个书 你读完了他这个书之后啊 你掌握了这些中国文化的典记 你就能够理解啊 你就能够拿到真评实据啊 你就能够发现啊 中国近百年以来之所以这么蹉跎啊 这个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一毛钱关系 不管是国民党啊 在台湾搞的那些早期的那些白色恐怖 还是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达到顶峰的这种灭绝人性的红色的恐怖政治 一直到现在这个集权专制文化 这个和我们传统老祖宗的那个 那个那个甚至卢家文化呀 它的关系是不对等 是没有对接关系的 这个全是这个现在搞的这套 都是外来的啊 是从苏联引进的 刘中靖现在不是讲吗 中国现在成了世界文化的化粪池 世界的垃圾文化都汇集到了中国 所以我上面讲的这个孔子学院的时候 有一句话忘了讲了 就是现在中国在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这个道路上 中国还没有资格给世界其他文明提供建议 提供教导提供这个指一个方向 中国正确的摆正自己的角色就是干当小学生 向人家学而不是去教人家 因为你自己没做好嘛 你中国现在搞的都是黄鹅的东西 都是垃圾都是西方抛弃了的东西 你在这还一本正经的写在宪法里 交给你的孩子 马力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什么玩意啊 你这个你包装成孔子学院 你向全世界推销就是因为你有点臭钱嘛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是祸害人类的东西 孔子学院整个这个指导思想 就是要祸害人类 传播共产党的这些邪恶的东西 那么中国正确的应该做的是 向西方学习 学习主流文 正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人 现在包括写文章的写帖子的 他对于什么是中国文化 他也没有做那个基本功啊 他没有把李奥先生 编的那套中国文化精钥 最起码里边的主要内容 拿过来翻一翻 起码知道个大概 他没有掌握这样的事实依据 他就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 全是价值判断 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价值 你知道吧 没什么意义 当然任何人都可以有任何意见 但是对于深层次的讨论 这个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真要说想有所帮助 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如果是找文献的话 你可以读一读 李奥先生编的那一套 中国文化精钥 把这个点击拿过来读一读 或者你到台湾啊 这些地方去旅游去看一看 去亲自考察一下 人家那是怎么样把西方的民主 和传统结合的 下面有个网友提到说 这个共产党消灭了中国的这个宗族制度 这个我得解释一下 实际上比如想我姓李 在山东我的这个祖籍地 李家庄 这李家庄里面聚集着好几百口人都姓李 都是从明朝 往上追的话 具体的我们是明朝永乐年间 从山西在那边搬过来的 移民过来的 那么这个家谱还是保存的 一度比较完整的 像我父亲那个时候 他们都看过 到现在当然确实已经销毁了 其实在49年之前 何止是有家谱 还有财产呢 有共同的财产 有这个有家庙 我们叫家庙 像这个西方的这个教堂的形式 它是公义的 婚丧嫁娶啊 都在那办这些事 然后定期的搞活动 有交流 这种这种 这种宗族祠堂里面的活动 就很像西方的这种宗教活动 教堂里的活动 它定期的活动 在那去的人 他天然的 因为他有血缘的关系嘛 他就是一种温情 他就是一种感情的笼络 就是一种文化提高 就是如果这个人 可能这里边人 当时有人在那边做生意 坑蒙拐天 做了一点不太良心上 不是很安稳的事 他在那儿良心上 能够得到一个梳理 西方的教堂 就是干这个事的 就是说人干了坏事呢 不能老 你得有个地方要发现 要让他清理一下自己的心灵 这个人才能心理上健康 精神上能有所提高 你不能逼着有钱人去做好事 你得让他心灵上有一天 忽然之间他悟到了 应该去做好事 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 做点好事 你像郭文贵 肖建华这样的 他过去显然他没有这个压力 他没有这个途径 所以中国的富人 中国社会上现在不缺财富 但是中国的公众的事业 就没有了 完全毁掉了 所以说中国人变得一盘散散 中国人 人和陌生人之间 你到政府去办个事 如果那个政府公务员 不认识你的话 他跟你的关系 就是狼和狼的关系 他要巴不得吃了你 他跟你扒层皮 他没有基本的人性 也没有人道 因为这个共产党的 对人民的所谓的法治 打个引号 就已经变成这个关系 把人变成了一粒一粒的沙子 完全没有人性 所以中国人要办事 只能托人啊 走人情啊 走个熟人啊 才能办 这个就非常荒唐了 这个社会已经到了 非常可怕的地步 非常危险 社会稍有不稳 中国的这些物财富 就面临着毁灭的危险 所以这些富人啊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 这一点啊 我待会儿啊 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所以这个共产党啊 消灭了农村的这个宗族 消灭了这个 行之有效 几千百年的这个 人和人之间的这种 社会的关系之后啊 农村人慢慢 他也谁也不认识谁了 因为不打交道嘛 所以那些这就给那些坏人 捣乱的小偷小摸 强盗杀人放火的 提供了空间 只说现在战事还没有 那我举个例子哈 这个实际上是严格 这是严重的限制 中国的经济发展的 他这没办法 讲深圳一个朋友 有三套房 路不上 相当大的一笔钱了 我跟他说了好几次 我说你把它卖了 卖了之后你移民也好 对吧 你到个小城市 三线城市 三清水秀的地方 去买个小房子 这住着 养老多好 也不需要上班了 他说我试过了 他说你深圳往北边 开一个小时 验着海边 找一个小小城市 他说那个地方啊 你是可以花很少的钱 买一个房子 在那住 可是你也不能离开啊 你一离开回去之后 你发现你的门窗 家里的家具 全被人搬空了 因为大家都不认识你吧 这个没有什么社会功德的 中国的农村 他只能在深圳呆着 因为深圳可能 他住那个地儿 有小区啊 有保安啊 有摄像头啊什么的 这种事 现在还发生不了 因为社会还是安定的吧 但是你离开深圳 假如说你带 把深圳的房子带着钱 你到农村去买个房 在那儿 或者自己盖个房 周围的人都把你当成 就是他周围 周围把你当成猎物 你一离开就给你弄走 这就是完全没有功德 所以中国现在完全没有功德 这个社会啊 就是正是因为一盘散散 过去的那个传统社会当中 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制约 逼着你道德上 不能跌破底线 那种力量早就没有了 共产党发起过一个运动 在五十年代 叫破四旧 就是专门消灭 中国传统社会 遗留下来的那些 社会上的那个制约力量 叫破四旧 都给破掉了 更极端的是 经常有看到有些视频 就是这个大货车 拉着一箱鸡蛋 拉着一大货车的这个鸡蛋 或者苹果 水果什么的 高速公路转弯的时候翻车了 一车的这个货物 翻到路边 哎呦周围村子的人 拿着盆子 拿着这个袋子出来抢啊 警察来干预都干预不了 就是人 正常情况下 一个正常的社会 这个司机在这翻了车了 他够倒霉的了 你帮帮他呀 对吧 你给他 这个冬天 你给他送点热水 然后你号召大家来给他 重新装上给他 让他走啊 就是这是应该的 现在中国人 这老百姓啊 没有这样的 都是强盗 一有机会就变强盗 公开的抢劫 就抢人家东西 好像不属于他的意啊 太可怕了 中国人现在 主要是中国人 几十年以来 在共产党的这个意识形态灌输下 觉得这个私有财产权 是可耻的 这个是根源 到了这个状态 到这个状态 这个其实和卢家文化 基督文化都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和共产党的这个 主旋律有关系 共产党的这个唱红打黑 红是个什么东西啊 达陀奥分田地吧 红军起家就是达陀奥分田地 这就是强盗 现在达陀奥分田地 这些红色娘子军 白毛女啊 这些败坏道德的东西 还是公然的 作为所谓正能量 传授给我们的孩子 交给我们的下一代 而正面的过去的 制约村民之间的那些 基本道德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宗族啊 或者是村里的这些 基本的执行道德的这些机制 都已经被共产党彻底毁掉了 就是旧的东西消灭了 新的东西黄河的东西 大兴其道 那么人只能变成强盗啊 中国现在在世界文化之林当中 最多就是一棵小树 就是没有任何贡献 完全是正确定位 就是要当一个小学生 你搞这种孔子学院啊 你去兜售什么呀 你不就有点臭钱吗 对吧 你现在暴富了 你要在社会上去 显摆显摆你的软实力了 你要去花钱买点那个 嗯 就是那些走狗吧 就是跟你一唱一和的 就认同你赵家价值观的 这个有意思吗 这个 这就是在人家看来 这就是一种文化特务行动 对于中国人来讲 这就是一种不自量力 这是反而有可能会欺骗一些 更多的大陆的中国人 觉得我们强大了 我们在世界上 人家都重视我们了 其实重视你什么呀 你做了什么贡献啊 现在我们用的这些东西 就是让生活东西 有什么东西是中国发明发明 你从文化上来讲 你看一看中国 你出的这些文学作品也好 这个拍的电影 电视剧也好 你看看有几部 能迈到外国去 有多少外国人 愿意看这玩意儿 没有嘛 就是你完全是 就是小老弟 只能是一个跟班的水平 你还去给人家做老师 给人家指导办公子去 给人家配备这个讲师 助教博导 你太不自量力了 太丢人了 所以我说这个孔子学院 整个就伤天害理 劳命伤财 最不应该的是 把这孔子这个名字 给糟蹋了最后 被共产党给毁掉了 本来它是一个褒义词 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在英文里面 好像是一个哲学 哲人哲学家的一个名字 被共产党搞成一臭大粪 最后成一个贬义词 喔 方法 还要给人民…… 俄 在顺包 烥 我的